中国是全世界人均肉类消费最大的国家 同时在枪支方面 美国也是世界上很少的几个 持有枪支被宪法保护的国家 简单点来说 就是人人不均每年消耗 115千克的肉类 中国的这一数据为61.8千克 而值得注意的是 中美两国的肉类消费结构 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中国人更加偏爱猪肉 而美国人更加偏爱牛肉和鸡肉 世界的肉类消费平均水平为43千克 中国超过世界平均水平近三分之一 有趣的是 印度是人均肉类消费最低的国家之一 每年人均只消费不到4千克的肉类 这一水平甚至低于尼日利亚 经济发展水平是一方面 还有很大的原因 是因为宗教的传统 国民平均身体素质 绝对和老百姓的伙食直接挂钩 人均消耗200斤肉的国家的人的素质 绝对是普遍强于 人均消耗50斤肉的国家的 并不否认锻炼带给人身体素质的提高 但是有过健身经历的都知道 健身要搭配着蛋白质的补充 蛋白粉就不用多说了 更基础的是 健身的人要补充鸡肉 牛肉和各种动植物蛋白 三的合法性 1620年 当第一批欧洲人 搭乘五月花号来到北美大陆后 面对的是野兽出没的广袤荒原 而当时的社会非常松散 政府还难以提供有效的防卫 唯独可以信赖的就是自身的力量 弗吉尼亚 马赛诸塞等几个州的政府 明确要求公民拥有和携带武器 并组建民兵 来担负起常备军的防卫功能 整个19世纪 美国政府基本没有在法律上 采取任何行动来限制